周云,本次视频课是咱们的学习规划的内容 我们利用这次课的机会 周老师跟大家说一说这几方面的内容 咱们很多学校高二下学期已经开始高考一路复习了 所以我们作为高二的同学 咱们现在就一定对我们的高考要有了解和把握了 因此周老师会给大家说一说 咱们必须按照高考考项来进行正确的高中生物的学习 还有呢,搞定哪六项就可以真正意义上来搞定高考生物了呢 最后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秋季课程内容的详情 以及一些课前提示的问题 好,咱们呢,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对于我们的考项 周老师提醒大家,如果不按照我们的课程标准 不按着咱们现在的高考考项 那么很有可能吭哧吭哧,在那儿学了半天 是事被公办或者甚至背道而驰 那就白使劲了,白费劲了,是不是 那咱们全国各地呢,由一个课程标准 来指导我们所有版本的教材和所有的高考考卷 不管你是李宗卷,还是各个地区的自主命题卷 当然了,同学们已经知道 除了咱们的新疆和西藏 那么我们这一届的高考 大家全都不可能再考李宗卷了 李宗卷相对还简单一些,是不是 我们的单科的生物卷,它从题量上,从难度上 都是有所增加的,总之吧,都是一个课程标准 来指导我们的考卷怎么出题 指导咱们的教材怎么编写的 那我们以高考为咱们的唯一的标准指标 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涉及到这三部分的分 你必须得拿到手 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知识点 你都得齐全,都得熟练 因为在我们的高考卷里面呢 总会有一部分,你真的背下来了 就能拿到手的这个分 比如说有一些小天空啊 有某个选择题的一个选项啊 对不对,那这些分呢 但是它的那个占比呢 不会说是主体的 可能占到十来分,十几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卷考试 拿着课本的考场上 你也得不了多少分的原因 因为什么呢 它不是纯粹的考你 这些纯粹的记忆的知识 照抄的,也就是十来分 好,这十来分你是不是也不能丢啊 好,这是第一个 该记的全都把它记全了 一丁点都不能遗漏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主体分 咱们该学懂的原理一定要懂 比如现在咱们随便提 比如说光合呼吸 知识模块的大原理 比如说遗传规律的原理 比如说变异的知识 比如说细胞增值的知识 这些大块的原理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你主体的分是不是就拿不到手了 因为我们的考卷通篇 都是以这些主体原理知识 做这个背景来进行考察的 当然不止考察原理 还搭配了什么 还搭配了能力啊 我们的这些知识 做素材,做背景 还要搭配上什么 还要搭配上什么实验探究啊 逻辑分析啊 一些新信息啊等等 是不是这些能力也包含在内 所以如果不提升能力 你就只是把课本原理 觉得学的差不多了 那你遇上这个能力要求比较高的题 是不是也做起来相当费劲呢 信息读不出来 然后实验不会分析 那显然也是不行的 所以呢 它们是重叠在一起的 不是说格列开原理 仅考原理 能力仅考原理 仅考能力 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 很少有那种 就是纯考能力 有的人说 老师我能力可强呢 我一点都不学高中生物 裸考 凭我的聪明才智 然后去蒙 去猜 去推理 去分析 你几乎也拿不到什么分 因为咱们的每一个能力 它都依附在我们的知识背景上 去进行考察 那你也光靠能力 你可能能这个拿个什么十来分啊 多了也拿不了 好不好 行了 那这样的话 你知道我们呢 有知识部分 有能力部分 在知识部分呢 以原理为主体的考察 也有那些需要记下来 背下来的一些小词啊 小内容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 说到底 我们的高考 这三大维度 而且主体重点在哪里 你们也知道原理 一定要懂能力 一定要提升 所以呢 三个词 一个是记 一个是会 一个是提升训练 来达成我们的能力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学高中生物的时候 大家呢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了 尤其是之前 一直跟着周老师学的同学们 是不是 当然咱们有一些新同学们 也要好好好好的 把这个方向给他理解了 不要再有之前认知的一些 误区了啊 所以呢 我们的生物本身 它会存在着知识反达的问题 你的记忆库 比较匮乏的问题 也会存在着 咱们的原理机理 很难 嗯 我们的物质结构 那么抽象啊 更别说 咱们下面要学的 这个调节的问题 更抽象 都是信号 看不见摸不着 怎么去理解啊 机理理解起来 的确是挺难的 对吧 还有我们的题太灵活了 不像物理 嗯 数学 有的时候你套公式 套来套去 遇到那一类题 你感觉就能套上了 是不是 嗯 就嗯 比较明显 那我们的生物题 多灵活呀 是不是 今儿给你这么一个新信息 明儿给你那么一个新信息 高考题 凡是出现的新情境 几乎都是你没有见过的情境啊 所以呢 我们解题的各种能力也要提升 因此咱们对应这这三点 就必须啊 第一个 归纳不全 有缺漏的话 那你知识分会丢 对不对 啊 理不清 调理死基硬背的话 是不是 也记不住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大大问题啊 嗯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 如果你没有真正理解 你就认为死基硬背了 那你能拿到分吗 就理解的根本就不对 做题就错 做题就错 好吧 啊 还有呢 就是觉得自己真懂了 理解对了 但是你不会用啊 啊 因为我们的考法是 你把学会的原理再搭配上 我们的能力去解题去 对吧 啊 然后呢 我们的题海战术 对于咱们的解题有效吗 没有效 郑老师特别希望大家 做题是实实在在的做题 别糊润 说我刷了一千道题 一万道题 有什么用呢 咱们会一道 就让那一道题 对应的那一类题 大家真要会才行 从来不能稀里糊涂的做题 是真的做完一道题 心里是明镜式的 这一类的问题 都会了 都懂了 才行 而且呢 我们在平常遇到很多品质很差的题 嗯 考向不对的题 平常可能在学校 可能在辅导书上 练了一堆的题 结果发现人到高考的时候 根本不考那样的题 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好不好 大家呢 耗时耗力 结果最后达成的这个效果不好 因此呢 就会有这样三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考向 如果都清楚了 你这三方面的问题 解决起来 那么 你才有正确的一个方向啊 同学们 啊 那我们高中生物的正确学法 总的来说 是这样的一个大逻辑 后面呢 周老师 再给大家一些 具体的细节的提醒 好不好 第一个 你真的得理解 不能死基硬背 永远不要认为我们的生物 是纯死基硬背的 一定是在理解对理解透的基础上 再把它记下来 否则你记了明天就会忘 你不懂 不明白它是怎么回事 你记下来明天就会忘的 后天就会忘的 而我们理解了记下来 且要做到什么呢 记得全面 没有遗漏 这样你才能保证不丢分啊 保证不丢分 我们跟数学物理不太一样 数学物理呢 往往啊 有可能你是 这个公式还没有理解 我就死把它记住 然后呢 我一遍遍的去套体 套来套去 你就会用那个公式了 我们的生物 你死背下来 你套不到体里面去啊 你必须得是 真懂了 你学的时候 就要从正确的方向去理解 你说我是背那个过程吗 不是 而是从一个真实的生命情景 去理解那个过程 然后再套新的情景的时候 你才套得上 你才能真的把它迁移 运用过去 当然最后呢 咱们得有能力的提升 因我们的考题 不都是纯考知识 纯考原理 它要搭配上各种能力 这儿呢 周老师给大家写出来 都是咱们的考卷里面 明明确确会考的能力 我们的实验探究 在所有的考卷里面 生物卷里面 都会体现 咱们的逻辑分析 咱们的阅读 包括文字的 包括图的 非常复杂的那些信息 包括我们的语言表达 等等 这样的话呢 咱们的考题 不管出什么样的新情景 我这三方面都达成了的话 应该所有的分 都可以拿到手 好不好 同学们 然后呢 周老师给大家 刚才在我们的目录里面说的 搞定哪六项 就能搞定咱们 现在这个考项的 高考生物卷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是这样的六个方面 平常同学们 就要有意识的去达成 当然周老师的课程呢 会给大家一直在渗透这些方面 不是说我天天就干干巴巴的 让你们背知识 讲这干干巴巴巴知识 不是 咱们在讲的时候 在练的时候 其实呢 都是不断的在渗透这六大维度的 第一个就是 基本概念 基本名词 一定要记忆的全 记忆的熟练 我们在这个答题 周老师说的答题 就是除了选择题之外的 那些天空题啊 解答题啊 咱们都说答题 好不好 在答题中呢 都会有部分基础知识天空 在我们的考卷当中 比如说一道特别复杂的实验题 它总有几个小空 是纯粹考你基础知识记忆的 会有这样的 那么选择题的某些选项里面呢 也有基础知识点的考察 基本概念和名词 记忆全面 无遗漏 可以保证同学们 拿到这些必须不能丢的分 而且你记忆熟练 可以做到 对于这些空 你就不占时间 凑凑的分全拿到手了 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大家必须达成的 第二个呢 就是知识原理必须理解到位 我们一本书不同的人读 包括有些老师 可能解读的也有一些偏差 周老师呢 因为经验比较多了 所以呢 知道大家平常理解的偏差在哪里 我会给大家呢 透彻的剖析 把它呢 都纠正过来 好不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 原理理解到位 对于我们考卷当中的选择题中 有单纯考知识原理的 当然呢 也有知识原理搭配上能力的 咱们的选择题里面 有纯粹就考原理的 也有原理考能力的 当然现在是原理搭配能力的占比 越来越高 答题和有的选择题 都会以某些知识内容为背景 结合相应的能力进行考察 而且能力结合的这种比例 会越来越高 知识原理理解正确了 到位了 是解决题目的根本 要不然你读题完全都不懂 就是这道题 你看到 它是跟我们的什么疾病相关 跟我们的什么环保相关 跟我们的什么医疗相关 结果背后对应的那个原理知识 你根本就不懂 那题你简实就读不明白了 所以知识原理的理解程度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题目信息的获取速度 以及你就是读题 能不能快速的读明白 以及分析明白 来运用你懂的那个原理知识来解题 都会特别有影响 有同学一读就知道这个题用的是什么原理 然后呢再搭配上自己平常 这个训练提升的能力 这个题就很快 很省时间的就做出来了 有同学吭吱吭吱读不出来 好不好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明确实验探究分析题的考察方式 解题方法和答题规范 赵老师平常呢 都会给大家进行这方面的一些渗透 包括我们在高一的时候 在课程当中也会给大家 时不时的 在这个渗透一些 我们的一些实验探究思维 是吧 那选择题中呢 存在实验探究分析题 常常是一些实验结果数据的分析 你看在你的选择题里面 它经常会出现一些什么柱状图啊 曲线图啊 表格啊等等 那些往往都是一些实验数据啊 你要会分析啊 然后我们的答题呢 一般都存在实验探究分析的考察 大多数题 多多少少都有实验探究分析相关 而且这些题目 往往考什么 比如咱们的高二学的选择性必修一里面的调节类的内容 往往都搭配实验 比如说神经调节 比如说激素调节 比如说免疫调节 比如说植物激素相关的 几乎在所有的考卷里面调节的内容都搭配实验来考 好不好 尤其我们其中有一道实验题 或者两道实验题 为特别特别典型的实验题 它甚至让你进行实验设计 每一步每步怎么操作 实验思路怎么样 甚至会出现这样的 当然题目里面呢 经常出现自变量无关变量控制的考察呀 实验结果怎么分析 得实验结论呢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读题后 能够快速准确的分析出 自变量音变量 明确对照组实验组 它的设置思路 然后根据我们学习的解题方法 和答题的标准格式 快速分析 并解答出来就行了 那周老师呢 交给大家答题的时候呢 都是让你精准的去 表达出咱们的得分点来 咱们尤其是实验题 其实你在答的时候 有很多标准的答题的语言的 咱们后续在课程当中呢 不断的会给大家 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达成 好不好 然后呢 我们在考卷里面呢 还会有极其 这个重要的一个逻辑分析能力的考察 在所有的咱们各个地区的考卷里面 生物卷里面都会体现到这个 比如说它A发生了变化 影响到B影响到C影响到D 从而影响到E 那你说A这个增加了 B怎么变C怎么变D怎么变 一会儿你就绕不清了 A多了B少了B少了C少了C少了C D多了你就弄不清了 所以呢像这种逻辑分析能力 咱们呢多练 越练你越赚的快 好不好 咱们生物卷里面一定有这逻辑分析能力 别一道逻辑分析 你就开始这个打结 说老师我就搞不清楚 这个它抑制它了 它促进它了 什么就乱套了 多练 多练的话呢 同学们会反应的越来越快的 当然极其复杂的 真的想不明白的 咱们就用手画流程图就完事了 这个呢也是一个 比较常用的招 真的想不明白的时候 咱们就动手画 就OK了 把这个逻辑链 给它直观的画出来就行了 然后我们的第五个方面 也是考卷里面 特别重点考的 就是快速精准 全面获取有效信息 并且能够分析 运用这个信息来解题 人家题目里面给你一个信息 你呢没看到 结果你答题的时候 就怎么着 没有用到那个信息 你就分析错了 是不是 人家明明说了 这个信息 比如说 这个性状受一对基因控制 然后呢 在选项里面说 这个性状受多对基因控制 如果你看到这个信息 那个选项是不是就错了 对吧 所以有一些信息 可好用的 因此 有一部分同学 这方面的能力达成了之后 他会觉着 老师我可爱信息题呢 因为信息题就相当于 答案就在信息 就在题目中了 你只要看到了 你只要读懂的那个信息 相当于这个题 人家就把答案告诉你了 用那个信息 是不是 题目答案不外乎 依靠两个来源 一个是我们已学的知识 还有一个呢 就是题中的信息 选择题中 多数存在信息获取和分析的考察 很少那个题 就是一点信息都没有 然后直接就是干干巴巴的 那个知识点考察 很少这样 那么大题里面呢 也大多数存在着信息获取和分析的考察 信息的类型可以是文字信息啊 可以是这个数据信息啊 可以是一些图啊 等等可以很复杂的图 尤其是现在咱们的高考卷 尤其是单科的生物卷 一道题可以占大半片子 所以里面的信息量 还是很足很足的 甚至于有一些什么的 边边角角的 比如小扩户里面 比如说标注里面 这些信息呢 大家都值得关注 然后最后一个点 第六个点 就是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现在太多的考题里面 让大家去组织语言 长句子来解答 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懂 我们的那个标准的答题语言 答题得分点在哪里 是不是就凭着自己的 就是随便说点白话 很难得分的 所以这方面的能力 也要好好地提升起来 解答题的有些答案 需要组织特别长的语句 来进行表达 一般呢就是 大的原则就是 利用自己已经学的原理 在结合题目里面的信息 分析解释题中的情形 题中让你解释一下 说为什么要中公松土 为什么要中公松土 这不是咱们必须医学的吗 对不对 那中公松土 一松土 土壤里面的氧气 是不是变得充足了 氧气变得充足 就怎么着呀 是不是那个植物 它的根系 就会怎么着呀 或者种子萌发的时候 它的呼吸作用 它的有氧呼吸 是不是就比较强了 有氧呼吸强了 会怎么着呢 能量就会比较多 能量比较多了 是不是就促进我们的植物 能够吸收更多的离子 吸收我们土壤 溶液里面的离子 这样的话呢 有利于它这个更好的生长 对不对 所以你呢 用自己的原理知识 搭配上题目 给你的实际的那个 粒子情境 然后呢 把它得分点 全都得出来 我随便举了个意思 这个考察在我们的考卷里面 考过好多遍了 就是咱们的光和呼吸 相关的原理知识的考察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呢 我们题目里面 都是一些新研究的方向 一些疾病啊 一些各种现实生产生活当中的应用啊 那么研究这个课题 在真正的实际的应用当中 它有哪些开放性的展望 有的时候呢 也是让你答的 所以呢 咱们要多了解一些新的情境 新的科研 前沿的一些这个信息 那么这些东西呢 也是有利于大家开拓眼界 去进行我们的能力提升的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主要是给大家整理了这六项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考卷 如果这六项你都达成了 咱们的生物考卷 基本上是问题不大了 但是我们得一步一步站着实际的来啊 你也高一高二 先把整个的知识体系 全面的知识 全都给它达成了 然后我们到一轮复习 二轮复习 快速的来提升各项能力 如果没有基本做支撑 你的能力很难快速提升上来 甚至于等到我们高三练习的时候 你会出现那种一落千丈的那种感觉 好不好同学们 那最后总结起来就是什么 同学们 我们所有的学习 都有以一定记忆量的知识储备 为基础的 你哪怕现在你的生物知识库 储备量还没有那么大 你自己呢 也要拼了命 把它储备下来 你到高三再拼命 不如现在 因为到高三那时候你需要付出比别人十倍 二十倍的努力都不见得有奇迹 所以在高一高二要扎扎实实的打上基础 尤其是高二很关键嘛 如果你高一还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程度 那你高二呢 弥补高一 为高三打基础 就在高二这一年了 高二是最有力自我把握的一年 可以把别人甩下去 可以把自己提升上来 如果高二这一年 特别关键 再不充分运用 那到高三的话呢 可能奇迹就比较小一些 就像你需要付出很多倍很多倍的努力 才有可能出现奇迹 那么重视这个生物学科支持库的一个完整性 就是你的库必须得完整的 别到处都有漏洞 这个也没记下来 那个也不熟练 这不行 然后呢一定要重视笔记 有关重视笔记这件事呢 我给大家提醒一个策略 这是之前 凡是按照这个策略去进行的同学们 其实最后都是相当好相当好的一个结果 其实不止生物 你别的学科也是可以这样的 同学们 就是你记笔记用活跃版 你的笔记可以是自己记下来的 也可以是从别处给它剪裁下来的 比如说周老师的课堂笔记 你下载了之后 哪怕把它打印出来剪裁了 贴到你的本上都没事 咱们呢就用一个大活跃本 从高一到高二到高三 高考之前就是每一颗 这么一个大活跃本 从一开始的一百页 可能到后来的八百页 一千页都有可能 你就不断持续往里面加活跃就行了 而且你记的时候呢 就单面记 平常咱们 比如说上周老师的课 或者在学校里面上同步课 你自己呢单面记 记完了之后呢 你在其他的地方自己又整理过的东西 你再把它补充在另一面 或者在这个空白的地儿 或者呢随时再加进一页来 甚至你平常在做题的时候 发现有个特别好的题 你也可以给它加进来啊 这样的话呢 你越补充越前面 这就是你高考前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比什么学霸 比记要好得多得多 自己积累的东西 永远是最适合自己用的 你就简直是自己的宝库了 好不好 同学们就这么去做啊 而且平常没事 拿出来随时翻看 这就保证你的记忆库越来越全 且越来越熟练 好不好 这样做一定非常非常好 最后啊 很多同学之前这么做的 最后那是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郑老师呢 给大家提醒了 这么一个基比基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按照这个方法去试一试 做一做啊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生物不是贝多芬 千万别再认为贝多芬了啊 一定要深入理解 生命原理才能解决 各种实力问题 真正做到你自己会学 并且真正把它学会 好不好 你自己会学了 学会了 那你的效率就提升了啊 是不是啊 甚至于 你可以把这件事给学 其他的同学们 解读的很清楚 也就意味着 你在做题的时候 你会表达了 是不是啊 表达的很精准了 啊 然后呢 我们要有各项能力 包括我们刚才明确说的 实验探究啊 逻辑分析啊 信息获取啊 等等这些能力 通过练好题来提升啊 咱们不是有很多 品质参差不齐的差题吗 大家不要被那些题所干扰 黄周老师呢 到同步课 带着大家好好的来练好题 提升咱们的各项能力 练一道题 代表一类题 解决一类题的问题 好不好啊 那么我们呢 要会用自己的原理 来分析新的情景 要学会表达 好不好啊 这是周老师最后呢 通过刚才的那六点 给大家呢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而且顺便呢 给大家提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记笔记的 一个小策略的问题 真的希望同学们 已经进入高二了 把咱们的生物学习 要好好的重视起来 且之前没有步入正轨的话 我们扎扎实实的步入正轨 同学们 一步一个脚印 最后你是登天的那一个 是这样的啊 咱们呢 不要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了啊 然后中间各种漏洞 坚决是不行的 好吗 同学们啊 那下面呢 周老师再给大家说一说 咱们的这个秋季课程 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高二上学期 咱们不是学两本书吗 这两本书 它的内容特点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那咱们的课程呢 就针对这些内容特点 周老师呢 给大家逐次突破 好不好啊 那第一个呢 就是它知识点考点比较多 所以咱们的知识库 是不是一定要全面 无遗漏的 全都把它整理进来啊 需要高效 有序 整理和记忆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呢 就是我们的高考分值 肯定占比是最大的 在咱们的单科的考卷上 已经到35%以上了 比如说广东卷啊 比如说山东卷啊 我在暑期的那个课程规划上 给大家提过 它占比都在35以上了 我们就不管那个立宗卷了 立宗卷可能占比32啊 多少 咱们现在这两本书的知识量 和占比都提升了 好 那它的原理也是难度最大的 因为它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这个信号调节 就算我们之前 B1B2 它是分子 它是结构 比较微观 比较抽象 你还能什么呀 还能直观的 把它画出来 这是一个小核档体 这是一个什么 你大概还能了解 现在都是调节过程 信号看不见摸不着 你得真的去理解 它的复杂机理 难度还是挺大的 而且考题的时候 它结合实验探究 结合新信息 新情境 这个占比是比较大的 你其他的知识 可能在考法提醒上 难度没有那么的大 哪怕是遗传规律 它就是考你数学思维 你懂了 觉得那个题就是指老虎了 而这一块的题 真的难度比较大 因为它结合能力 比较这个难一些 结合能力 考察比较多 几乎咱们的神经调节 咱们的免疫调节 等等这些 老是跟实验在一块考 老是跟这个信息分析 在一块考 好不好 周老师呢 会带着大家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来我们看一下 咱们这16讲的具体内容 跟咱们的教材 是一一对应的 我们的内环境与稳态 我们的神经调节 我们的体液免疫调节 植物激素的调节 以及咱们的种群 群落 生态系统 以及最后的人与环境的问题 而且每一讲次 周老师呢都给大家提醒了 它对应的相关的高考分值 有多少 不是绝对的 是相关高考分值 不是说绝对高考分值 相关高考分值呢 就是值 你这个知识不会 它可能关联到另外一个知识 也受影响 这就是相关高考分值 每一部分 它的知识内容特点 我也给大家显明了 而且这个内容 它这个什么呢 相应的一个特点 以及分数占比等等 在这里面呢 周老师都给大家标明了 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周老师呢 用什么样的方法 把对应的这个内容的难点 给大家搞定 咱们在这儿呢 不细说 因为咱们秋季课逐次的 要进行解决 我们学的时候呢 同学们呢 就会有更具体的一些感受 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前十讲 然后后面呢 是总共咱们的这个十六讲的内容 总之吧 同学们 我们秋季课 周老师呢 还是给大家兜底的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周老师这儿呢 肯定给大家进行终极的解决 你不是知识很繁打吗 咱们一定全面有效 有序的把它记下来 然后难点的基礼 我一定深入浅出的 给大家剖析出来 特别难 特别难 那周老师呢 也会通俗的 简单的给大家呢 表达清楚 让同学们都能理解 还有呢 就是我们平常的能力训练 周老师都会针对性的进行 拿下咱们高考的这三十加分 也就是三十五分左右了 已经基本上三十五分以上了 总之吧 到我们秋季 每一次课 咱们每周高效的来解决痛点 上周老师的课 每周都感觉 要不然就是很累 要不然就是很痛快 感觉一节课 哐哐的 被周老师输出了很多 全砸向你 是不是 那累是应该的 越累 说明收获也多 是不是 我们要有月考 要有期中 要有期末 这些考点提醒 我们在课上是 这个充分来进行解决的 咱们是要拿高分的 你不像那个 暑期的那个课程了 是不是 暑期课程呢 我们还没有涉及到 要月考 要怎么着 要咔咔练题 对吧 那个时候呢 咱们是要充分的 理解原理知识 要这个提升 我们的这个算和能力 达成圣观 但是我们现在就得 特别高效 所以呢 来节省大家的学习时间 提升咱们的学习效率 我们是要针对咱们的考试 在哪分的 好不好 周老师呢 还是提醒大家 一定是 左边的这个 是有效高效的 然后 右边的这些 大家呢 不要再做无用功 也不要浪费 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做一些低效的事情 比如说去刷题海枪 比如说死金贝啊 或者自己 坑着坑着搜集很多很多东西 你搜集很多东西 有时候它也不太标准 有可能很多教服 那个质量也是层次不齐的 好不好 周老师呢 都给大家 每周全都高效的 整理 解决 这些问题 给大家 兜底 同学们 踏踏实实 扎扎实实的来 好不好 那最后呢 还是给大家 说一下 咱们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体系 我们就按着 周老师的这个课程节奏走就行 我是按着咱们的 课程标准来的 所以 全国各地 绝大部分 都是这样的一个 基本进度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除了上海地区 因为它高考时间 不太一样 所以呢 到最后 可能在进入上 会有一些 这个差异的问题 咱们基本上 全国各地 其他的地区都没有问题 除非你学校里面 自己调了一些进度 这个也是 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最后期末早期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进度上 版本上 大家都不用担心 都不用担心 还有就是我们的 A和A加班的这个呢 同学们也不要担心 说老师 A班 你会不会少讲一些 高考范围内的东西 有一些你就漏讲不讲 只要高考范围内的东西 不管是A班 还是A加班 周老师呢 都不会给大家省略的 只不过呢 在上课的这个节奏上 以及我们的能力训练题目上 在A班呢 会调整一下 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那最后最后 周老师呢 给大家提示一下 咱们秋季课 上课的一些 小须知 同学们呢 要好好地 利用起咱们秋季的课 把周老师利用起来 这个提升咱们的这个 课程的这个有效性 好不好 要不然花了钱 那这个课 不好好地把它利用起来 那多不好 多冤枉啊 是不是 我们呢 课前预期 把咱们的这个 无笔记的课件 周老师提前会 给到大家 提前进行预期 然后呢 咱们在直播 跟课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出现 走神啊 早退啊 这样的情况 好不好 一直坚持到下课 那我们再 离开咱们的直播间 还有呢 资料区周老师呢 会一直给大家 有相应的一些资料补充 所以呢 随时去咱们的资料区 下载我们的资料 尤其是下每次 直播课之后呢 立马去下载课档笔记 好不好 然后呢 我们课下有什么问题呢 就及时的联系 我们的辅导老师 就OK了 好不好 咱们的这个资料下载 大家可以看一看 在我们的这个 本班的这个资料里面 如何下载 嗯 行了 这是之前 周老师在自己班里面 给大家上传的一些资料 随便结了个图 行了 同学们 咱们今天的规划课 周老师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如果还有不 这个熟悉周老师的同学 可以看看周老师的 简单的个人简介 我会啰嗦了 随后 大家每次跟着周老师上课 咱们会越来越熟悉的 好嘞 同学们 咱们班课见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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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